王源曾表示娱乐圈中 很多人第一次见面就表现亲热 可见娱乐圈的感情多塑料 今天就来盘点一下娱乐圈中的塑料姐妹 张子怡和苏芒 早期的张子怡和苏芒的关系非常好 经常在社交平台上发两个人的合影 当时的苏芒是时尚巴杀主编 手握时尚资源 一个国际大腕一个国际主编 可谓是强强联手 但自从苏芒卸任时尚主编后 张子怡就不怎么和他往来了 一次张子怡发红坦实的照片 几乎所有女性的合照他都发了 唯独没有发苏芒的 这一变化让外界猜测两个人已经脑白 霍思燕和黄毅 当初凭借上错花轿嫁对狼抱火的黄毅 引来了很多富豪的追求 其中包括房地产大翁杨毅 两人在一起后经常秀恩爱 黄毅还表示两人或许会结婚 但是没想到没过多久二人便分手了 原因是杨毅出轨了霍思燕 杨毅也在一次采访中 称自己对不起黄毅 后黄毅闪婚嫁给一个富豪 没过多久就离婚了 霍思燕也没有和杨毅修成证过 蒋欣和刘涛 蒋欣和刘涛因为欢乐送结时 火速成为了关系要好的姐妹 直播时手拉手在社交网站上频繁发布合照 关系属实很要好 但是两个人性格天差地别 分歧和矛盾也增加 刘涛的性格就偏向沉闻隐人 蒋欣却很直来直去 经常为刘涛打抱不平 一次狗仔发了刘涛的消息 蒋欣立刻发文回对 但这也没有让二人关系更好 反而越走越远 张绍涵和范伟琪 当初张绍涵一出道就大红大紫 经常带作为新人的范伟琪参加节目 两人关系十分要好 范伟琪还创作歌曲来纪念两人的友谊 后来张绍涵去国外看病时 她的家人把她的钱全部转走 还向媒体污蔑她 作为好姐妹的范伟琪非但没有帮助 反而落井下石抢走全部资源 还抹黑张绍涵说她殴打助力等等 一时间张绍涵跌落谷底 好在她又重振旗鼓用歌声证明了自己 马苏和李小璐 马苏和李小璐曾是同学 关系很好 经常晒出二人合照 当时李小璐出轨的事情爆出后 马苏在微博上为两人作证 但李小璐事件的影响太大 马苏也被网友攻击 后来马苏发微博向贾乃亮道歉 说自己也被蒙在了鼓里 后来资源下滑后就干脆甩锅给李小璐 经常在背后抹黑她 上节目吐槽她 二人也就此闹掰 白兔姐妹 白兔姐妹作为双胞胎姐妹 是一代人的青春回忆 但是两个人的感情却有点塑料 因为早年对外声称两个人外貌一样 而妹妹没有经过姐姐的同意整容 所以姐姐也不得不去整容 面对媒体让姐妹做搞怪的表情 妹妹自己挑选几个可爱的动作 却偏让姐姐做猪头表情 当媒体问姐姐是不是喜欢红色时 妹妹却表示是自己先喜欢红色 姐姐才跟风说喜欢红色的 大S和安宜萱 安宜萱和大S都是台湾人 两个人出道后很快成为好姐妹 最近大S和汪小飞的离婚风波闹得沸沸扬扬 但其实当时也是从安宜萱那里抢来的男人 当初安宜萱和汪小飞暧昧许久 马上就要确定关系 后来在安宜萱生日宴会上 大S与汪小飞一见钟情 不到一个月就结婚了 后来安宜萱还发微博嘲讽大S 两个人之后也没有了往来 但汪小飞既然能背叛安宜萱也能背叛大S 郭不其然被曝出归小三张影影 马思纯和周冬宇 马思纯和周冬宇出演的七月月安生 让金马奖破天荒地来了各双影后 当颁奖典里主持人念叨周冬宇的名字时 马思纯真心为周冬宇祝贺 随后念叨马思纯时周冬宇立刻就不高兴了 马思纯激动地想要拥抱庆祝还被无视 在获奖发言时周冬宇更是内涵马思纯 称自己很高兴因为家里没有人是做电影的 甚至在背后嘲讽马思纯胖肚子上有肥胖文 李小冉和谢娜 当初谢娜独自一人来北京打听身无分文 在剧组跑龙套时结识了李小冉 当时李小冉已经很有名气 在各个方面都很照顾谢娜 二人关系很好 后来李小冉的事业受挫 谢娜忙于自己的生活无暇顾及 当外人问谢娜和李小冉的近况时 谢娜却说李小冉消失了不和她联系 后来李小冉结婚谢娜也没有出席 两个人的友情也逐渐走到了尽头 杨幂和唐嫣 杨幂唐嫣二人都是八五花之一 在合拍仙剑奇侠转三的时候 关系可以说是非常好 唐嫣遇到渣男邱泽时 杨幂在微博当中为好姐妹撑腰 后来杨幂还给唐嫣介绍男朋友 为她的终身幸福操碎了心 杨幂结婚时也找了唐嫣做伴娘 但后来两人在事业上的资源越来越重合 矛盾也越来越多 关系不断破裂 将近五年没有互动 娱乐圈中的塑料姐妹很多 有的是因为资源而成对价 有的则是因为抢男人而结仇 真正的真心姐妹实在是太少了 好 好